来到冲绳,想找一间视野绝佳的海景饭店 那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一集的饭店开箱 我们开始吧 很幸运哦 我到的时间大概是12点多 然后就已经可以半年入住了 有时候很喜欢挑一些比较特别的饭店 整个旅行上的那种感觉会更加分 墙壁的壁面呢 它却还有拼贴马赛克的磁砖 这个大厅非常的大 视野上非常的宽口 这边很方便搭那个机场的接驳巴士 那搭柜台是可以直接订票的哦 因为这个的话它是都要事先买票才可以上去的 票价的话是600日元 所以如果没有事先在网路上先预订车票的话 来这里可以直接请福人员帮您做现上的购票 那预约车票的话就是可以直接在这里跟福人员做预约 这边的话比较算是旅游咨询的部分 这里我手笔的方向的话就是会台 就是check-in的地方 迷野湾王子海景饭店了 它是在2022年的时候才开幕的哦 所以我觉得里面也是非常的新 那另外这边还有提供儿童的游戏室 所以多多是有带小朋友的家长啊 这里也是蛮适合的 大厅这边还有提供一个贩卖所 而且有卖一些冲绳套友的经验品啊 然后或者是衣服啊 文创商品 这个有点像是冲绳甜甜圈 它其实就是我们今天早上也有看到 它是沙欧 这里传统的一个典型 这里卖个冲绳饼干的造型 所以我第一次看到的 它里面长这样 而且这里有小的三种口味的果酱 因为我这次在外面看到都是蛮大的 所以我都还没有买 它这种小的还不错 750日币 这个也蛮可爱的 这个琉球炮盛 然后它一个都是100ml 然后有5个 哇 可是很重 下午的时候有提供饮丁饮料 然后它是用这个 沙欧丁饮料 喝高的 刚刚那边有碰到 它耗的好碰到 这个还蛮特别的 是如果你加了它提供的酸剂的话 它的颜色会变 突然发现 这里也太贴心 竟然还有Brucell 如果在市区的时候 没有吃过这家冰淇淋的话 在这里还吃得到 然后这里有捞一些 少点鲜 有点干 然后饭了 那一样 那一样 这里设计真的非常的漂亮 它连走人的这个地毯呢 我觉得都是用心的挑补 因为 那个漩涡的水冷测 真的很像海水的那个漩涡 然后电梯一出来啊 我们这次住的是在9楼 那每一层楼呢 它都有一个自动贩卖机 然后还有冰块 我们这次住的是90班后方 它用地毯和木地板来区分就是主博士跟淋浴间 来日本玩我都很喜欢住可以泡汤的饭店 然后它有两个小提袋 让你可以带着毛巾进去浴场 或者是你的桑拿 这是睡觉的时候穿的浴袍 很贴心的 哇 直接就是看到外面的海景了 那一夜湾王子海景饭店 它的每一个房间都是面台的哦 这也是为什么我当初会选择 这家饭店主要的原因 我这次定的是最标准的房型 那安排的是两张庄 空间是我最喜欢的空间 这里有一个小沙发 然后还有堂椅 然后我们看一下 这边的话有茶包 咖啡的话比较特别 它用的是琉球的珊瑚咖啡 这边用的小冰箱 然后这边有冰桶 冷气的话都是独立可以调整跟控制的 房里还有放了一个空气清淨机台里面 再來衛浴的部分 它的洗手台是直接獨立在外面的 小籃子 那你可以放一些自己的衣服 然後它是乾濕分離的喔 還有一個浴缸 而且其實浴缸我覺得蠻大的 蠻大也蠻深的 這是飯店使用的內面 另外一邊就是廁所 然後是免治馬桶Panasonic 真的的話備品都已經幫你準備在房間裡面了 所以大家就不需要在大廳裡面還要再拿備品 所以風機是Panasonic 看起來應該也是大風量 它蠻貼心的是它還有備有室外的拖鞋跟室內的拖鞋 這陽台的空間是非常充足的 可以整個眺望一望無際的宜野灣 這裡是它提供全日的餐廳 那基本上的話它就是有早餐 中餐然後也有晚餐 晚餐過後呢 然後它也有提供就是像 酒化的那個服務 晚餐把費的收費就會再高一點點 那大人的話是五千日幣 大概是一千零多 premium 餐廳還用了蠻多這邊當地特有的食材 沒有 很好 很特別 卡迦 我们刚刚已经取了好多的餐点了 然后他这边早餐是7点开始 我们刚刚已经拿了很多看起来很好吃的料理 那我觉得这里比较特别的是他的早餐还可以自制卡克饭 还有葱绳面 那这都是葱绳当地茶有的特别的料理 然后他的面包还有黑糖的餐包 然后我刚还拿了现间的公米饭 然后这里还可以吃得到海葡萄 所以如果我在葱绳没有品尝到一些道地料理的话 在这里的早餐的时候基本上都可以吃到 比较特别是他早餐还有现间的牛肉哦 桌上都还有准备了一个这个 这个呢是就是每一个料理的区域 让你可以就是快速的掌握说 如果你今天想要吃哪一个料理的话 你要往哪里去走 感觉又不太一样 是往大陆场还有盐盘域的地方 然后这边的话是要准备有一兜 哇 这里是室内泳池的地方 因为像现在是属于冲绳的梅雨季 平常户外泳池营业的时间 如果没下雨的话 景深应该会非常的好 因为他的户外泳池可以直接看前面的一夜弯 健身房带大家来看一下 这里是要用房卡改入口 整体空间不会化 我觉得还不错 身体按摩的地方 来和大家总结一下这次入住 一夜弯王子饭店的心得感想吧 我觉得这次入住下来 整体的体验我觉得非常的棒 那首先呢 我觉得饭店的服务人员都非常亲切 而且都面带笑容 那再来呢 他房间我觉得也非常的舒适 然后基本上我觉得隔音还蛮好的 视野上啊 就是完全的去跳望那个一夜弯海港 真的非常的漂亮 而且房间的空间跟格局 我觉得也都是非常的宽敞 那我这次呢 入住下来一个晚上的价钱 和早餐的话是4800多 那就是分享给大家做参考 那希望大家也喜欢我们这次的饭店开箱系列 如果还有想要看什么样的饭店开箱 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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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